陆熊一名七旬的老先生昨晚间开车行进了高雄大顺三路以及建国一路口 疑似没有注意车况就擦撞到了轻轨的轨道 那么整辆车就卡在轨道动弹不得 轻轨列车也延误一个小时 相信状况连线记者邱彦宁请说 好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汽车转弯时不明原因直接擦撞路旁的轻轨轨道 整辆车卡在上面一动也不动 另外发生在二号晚间高雄大顺三路和建国路口 一名七十二岁的陈姓老翁疑似为注意前方车况才会撞上轻轨旁的原石 警方货报到场对驾驶进行酒测 现在应该听一段警方的追行说明 陈南左肩车头碰撞轻轨旁原石已致造势 陈南左肩受伤无大碍无酒驾行事 现场于20时23分排除造势车辆恢复轻轨通行 幸好这期意外没有造成其他拥路人受伤 造势的诚信驾驶没有酒驾身上只有轻微差错伤 不过他因为开车闯入轻轨轨道 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 刻住新台币1500元以上 7500元以下罚还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先将时间尽头交换棚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再调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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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达尽口